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来到七鲁市场扫煎买水果品尝在地小吃 马总统表示他很看好谢国良的选情希望民众多多支持 好我们找钱 我们这个市场是基隆市最出名的 对对人有最多的 包括新北人很多的这个乡亲都来这边采买 总统要买回家 来我们给媒体拍一下 来朋友们你可以看这边的时候我可以顺便吃 来看这边吧比个赞 前总统马一九特别来到基隆七堵为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助选 这次选择到在地的市场啪啪噪 吸引大批的民众跟媒体的目光来加持谢国良 拉抬基隆市长选情 而在地的市议员杨秀玉也在附近 顺势成为马英九扫街拜票的成员之一 这次选择他们这一家来延伸 房主席就叫他再选 我跟总统说我这次准备得更完整 更清楚要为大家做什么 要替大家做什么 这次也一定会冻蒜 一定会 要冻蒜 一定要冻蒜 好 总统助理你们冻蒜 要不要吃青菜 青菜 要不要烫一盒青菜 我告诉你我最好吃 要给他介绍 这个是有我们基隆才有 一股辣 对啊 在和平岛那边的 和平岛那边的一股辣 但是基隆的 就是自己才有的一种 用炭烤的方式 鱼姜做的 一股辣 鱼姜 也是糖是吗 不是 这种算是鱼姜 鱼姜做的 有点像甜不辣 但是基隆的这种 就比较Q一点 叫鱼姜 是只有基隆 来比较 比较 比较基隆 好一点就用鲨鱼肉 有些就用比较 炸在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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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用烤的 很开心马总统 能够到基隆 来帮国粮助选 我相信对我的选情 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刚刚我们有一个闭门会议 所有的乡亲看到马总统 都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相信马总统 这一次来 对我的选情 不但有帮助以外 我在这个月跟下个月 甚至选前 都要拜托马总统 来帮我扫街 拜票寻求大家的支持 谢谢 我今天第一次来帮国粮助选 我一看好像其实还不错 那个一般基隆乡亲 对他的评价不错 然后他也很努力 所以我觉得蛮有希望的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而距离十一月二十六号 投票日越来越近 基隆的选情也更加火热 基隆市长林悠昌就 连续好几天请假哦 陪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 蔡世英在基隆各区车队扫街 争取选民的支持 车队经过市区民众南方鞭炮欢迎 为了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基隆市长林悠昌特别请假 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 蔡世英合体进行车队扫街 沿路获得许多市民热情回应 还比出OK手势表达力挺 让蔡世英阵营士气大振 也相当感激 那世英要非常感谢邮昌市长 还有我们各区的议员 来陪同世英一起来车队扫街 向知名前请支持1126 我们继续让基隆前进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那我也感受到很多的基隆市民 给我们热情的回应 那我看到许多基隆市民 对于基隆的未来 是希望有阳光 有继续往前进的感觉 那我想接受了这些市民的期待 我们会来努力 对于对手正迎邀请前总统 马英九到基隆复选 蔡世英直批是对基隆人的 再次羞辱 牛尝则说尊重 不过他不认为 对基隆市民来说 马英九来会有多重要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基隆 来面对基隆的乡亲 他要怎么来解释 他过去8年对基隆做了什么事情 他对基隆如果做了很多事情的话 基隆市不会是全国最后一名的城市 基隆市作为全国 但那个时间点他的任内 基隆市全国最后一名城市 他是要来这边跟基隆市民道歉的吗 所以我觉得说 他到其实的县市去我没有意见 但是他来基隆 真的是再一次又羞辱了基隆人 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的重要吧 比较重要的是基隆最近这8年的进步跟改变 是在我跟蔡世英的手上来推动跟完成 那在我们之前 国民党在基隆执政的一个状况 是带给基隆这个破败跟落寞 所以我觉得马总统来 尊重 不过我们就是照着我们自己的一个 浮选的一个脚步来走 争取所有市民大家的认同跟支持 李友昌也透露 对基隆市政建设与捷运案最支持的 总统蔡英文 近期会再来基隆帮蔡世英加持 接下来她与蔡世英 更会以徒步扫街的方式 一步一步与市民互动争取支持 总统来加持 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量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 在地我们候选人的一个耕耘跟勤走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连续三天车队大扫街 接下来也会在市区的重要的这些区域 进行徒步的一个扫街 直接让我们的候选人跟市民来接触 争取大家的一个支持 蔡世英强调她已经规划好四大市政主轴一定会尽全力实现 未来也会透过基北北桃首都生活圈的沟通平台 争取基北月票的实施 希望接棒林佑昌市长八年的亮眼政绩 让基隆延续光荣 记者张其滕金融报道 在这里来看基隆安乐区有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总部 门牌号码竟然一模一样 候选人张明杰黄继棠 两个人不约而同 看上安乐路的一处店面 进驻后才得知这个门牌号码分隔成两间店面 不过他们不介意相互加油打气 两位候选人完成耗词抽签 互相加油打气 除了同一选区 是竞争对手 回到了竞选总部 还有一个巧合 彼此的总部还在一起 还是同一个地址 共用一个门牌 不知道这样赌过 不知道赌过两个 会有加深印象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两个都做会 安乐路二段92号 有趣的是 我们用同一个门牌 那中间就隔一道木板 隔一道墙 所以我们不管是上厕所 也都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那相对的 现在很多人来送花 或者说 有些过号信 或者说寄一些信 那没错 寄到这边都要先问一下 哪一间 是哪一间 是哪一位候选人 是哪一个 是黄继棠 还是隔壁那一位 大概都会这样问一下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你看我们两个 七七八八的 我们两个 每天 我们两个 每天见面 尤其晚上他在开会 他很认识的 在开会 我要回家了 我要跟两个回去 七十二岁的张明杰 曾经担任过 安乐区一届议员 今年卷土重来 二三四岁的黄继棠 今年首次参选 两个人相差四十多岁 对竞选总部 就在隔壁 对于竞选总部 就在隔壁 两个人完全不会尴尬 还会互相打招呼 因为真的就隔壁到木板 所以你开了门就是隔壁 就是隔壁 就会看到 看到我们的前辈 一开始不习惯 一开始当然会稍微有点 有一些问号在 那当然久而久之 那毕竟也是成为事实 那当然我们就只有接受 那毕竟 我们最后一个月 我们当然还是尽可能 我们是新人 我们要多去外面跟年轻人 去跟民众做接触 跟我们的相亲做接触 我觉得这才是重中之重 才是重要的事情 争取民众的认同 多出去 对 我就跟黄继棠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我们共同努力 为我们地方的嫌疾 我们共同努力 所以说我们不介意 我们相连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天 还是很愉快地打招呼 还是互相的勉励 还是互相的加油 虽然两个人都没有获得 国民党提名 建议五党籍参选 不过挑选相同地点当禁忠 也算是另类的缘分 同为竞争者 没有烟销味 大家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告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老年人口 是越来越多 长期照顾就越来越重要 金融市卫生局 特地在必杀鱼港 举办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表扬活动 用必杀游艇美食及奖杯 来感谢基优长照服务人员 专业辛苦的付出 在海天一色游艇陪伴下 让人垂涎三尺的 游艇海鲜美食任君挑选 用美食来犒赏感谢 对现代老龄化社会 更有直接贡献的 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特别是基隆市老年人口数比率 越来越高 长期照顾也越来越重要 由基隆市卫生局主办的 基隆市第八届 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表扬活动 除了用美食犒赏之外 更由基隆市卫生局长 吴泽成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基隆市议会议长命书等人颁发奖杯 致赠给来自各单位机关的 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感谢也肯定大家在工作岗位上的 付出和努力 不管是在各管那方面 各管服务的人员 不管是在专业照顾的人员 或是生活照顾的人员等等 表达一个小小的心意 谢谢他们 对于这些长照需要受服务的人员 尽心尽力 而且充满了一个爱情 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老人状况 我们大概在明年的时候 大概明年底 明年底 我们会到超高龄社会的一个标准 换句话说 每五个老人 每五个基隆市民 就有一个超过65岁 那这超过65岁里面的人 里面大概有一成的人 大概一成出头 会需要长照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说 照顾服务员的一个训练 这个迫在眉睫 为了协助需要长照服务的民众 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不只需要专业知识和热忱的服务 有的更需要爬山涉水 到比较偏交的地区进行服务 更需要许多民间友善团体 在各方面的支援 有些不为人知的辛苦 在接下奖杯的那一刻 转化成为受到肯定的骄傲 接了12个案子 包括在这个长照中心 还有社会处这个社工科 有转借近12个案子 那我们协会呢 支出的这个费用 也超过了大概一两百万这样 那我们就是一直投入 来帮助我们长照中心 还有社工科 帮助我们独居长辈做房屋修缮 让很荣幸呢 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奖项 那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其实就会 他就会有点感同身受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一个家属 那所以说就会 我在评估的时候 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就是要设身处定的 尽可能去帮助他们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虽然今天这是一个小小的肯定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还是可以继续的一直做下去这样子 江星比星把服务的长者看作是 自己的家人来细心照顾 是长照服务人员共同信念 因为未来大家都有可能 从照顾长者 变成被人照顾的长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智慧教育的推动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金融市政府近年来 投入了3.9亿打造智慧教育 在基隆深深都能无线上网 班班都有触控电视 校校都有创课教室 学生与平板的配置比例2比1 领先全国的6比1 带您到深美国小来瞧瞧 这堂国文课孩子们使用平板 根据老师指定的问题 上网找资料打字上传 会不会卡住上不了呢 孩子们说不会 教室内都有分享器 频宽足够 我们班上的无线网路AP 这部分我们在今年年底 也可以完成全市的班班 有WiFi 6 AP 去处理无线网路部分 接着我们的深深用平板 其实我们的计划研验 虽然全国的比例是1比6 一个平板是六个学生共用的状况之下 但是我们基隆是已经超欠全国 我们可以用两个学生 共用一个平板的比例 然后在我们的学校 继续推行我们的资讯教育 跟相关的线上学习 市府投注资源与心力 深深都能无线上网 智慧教育环境 还包含了班班都有触控电视 每一位老师都可以在班级 与同学进行数位化教学 实体远距同步进行 大电视的部分 就是如果是线上教学的话 其实它萤幕很大 然后所以孩子其实看得清楚 然后再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会有线上的孩子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像 Jumbo 然后我们做一些分享画面的部分 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互动 然后现在因为学校 还有给我们就是平板部分 所以如果当他们请假 要进行小组合作的时候 我就会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平板 放在那一组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进行小组合作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每一桌上 都会有两三个平板 然后他们是对着它 所以可能会有那个画面 他们对着平板在讲话 但是他们其实在讨论的部分 所以就是虽然在家上课 但是还是有达到 其实很像在学校的那个部分 对 然后透过线上的作业的话 我们也可以平常可能 没有办法 花那个时间看的一些影片 从那边然后孩子的回馈 我也可以看到孩子的学习情形 学生们偏好的学习形式排序中 会诚实学习很受欢迎 具弹性与多元可能的学习模式 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有平板还有电脑 我觉得用起来可能会比平常 使用口头来补充更多的资讯 用这个平板的好处 就比我们自己头脑想的资讯更多 就是自己可以看影片 让自己更了解一些其他的东西 用那个可动不可上课的话 是可以查到更多资料跟资据 这样在一些功课上 或是在教学方面 这样也会比较好 就是如果你用可动不可上课的话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比较方便你 就是线上请假的人也可以使用 画化身体的时候 就不容易出现尺寸上面误差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 校校都有创科教室早已全数完成 后疫情时代 教育创新 世卫学习成新常态 而进入市府早就部署完成 基隆市在107年的时候就完成了 用历经三年的时间完成了 校校有创科教室 非常感谢市政府大力的协助 所以我们在校园内 我们使用资讯设备 在进行融入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数位载具的协助 然后包含我们这几年 教室内的网路跟网速提升之后 其实孩子在使用平板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学习的速度更快 不管在收集资料 或者在做互动式的 资讯的交换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 老师其实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变得更多元 然后而且有更多 不同的可能性发生 那这部分我相信 在教育现场发生质变 对孩子的学习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 这样的政策 能够让孩子的学习 有更多的面向 智慧教育投入了3.9亿元 深深都能无线上网 班班都有触控电视 校校都有创客教室 提供给学生更舒适 优质与智慧化的学习环境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为了要提供孩子更优质的 午餐服务 金融市政府向中央 争取1亿7千万元的经费 将百福国中 及成功国小等 11间学校厨房进行改造 不但更新设备 更融入美感设计 金融市长牛昌 与多位市议员 在成功国小 为11间学校中央厨房 共同接牌 为了提供金融学子 更优质的营养午餐 金融市政府向中央 争取1亿7千万元经费 进行包括百福国中 及成功国小等学校的 中央厨房改造计划 以成功国小为例 除了更新厨房烹饪料理设备 与校处作业环境 更美化原本昏暗的走廊 还将闲置舱间 打造成封食房食欲空间 并融入食欲教育相关课程及活动 让小朋友了解食物来源 进而学会珍惜食物 我们不只是处理这个厨房而已 我们其实上次把它当成是 校园改造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各个学校 有师生的一个参与 另外厨房的周边的环境 也一并做了整理 所以很多学校 其实是用这个闲置的仓库 或者闲置的这个空间 来进行厨房的一个改造 厨房的空间不只是 这个食欲教育的一个环境而已 其实也是整个学校 包括休闲 或者是甚至可以在这些地方 进行相关课程的一个讨论 跟交流 可以一个空间 但是有多功能的一个使用 所以我们等于是 让整个金融市的校园环境 在最近这七八年的时间里面 有大幅的一个改变 比平常的营养午餐 明亮又充满美感的用餐环境 加上有营养师秉持把关的美食佳肴 让小朋友吃得相当开心 打破外界对校园厨房的刻板印象 更让关心金融教育的市议员们大为肯定 有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回忆 还不错 那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非常好 因为记得成功国桥以前不是这样子 那经过改造之后真的是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学校用心 家长安心 小朋友吃了会开心 色香味俱全的一个营养午餐 在学校环境改变以外 包括这个中央厨房 食材也很棒 所以学生应该很幸福 在这种环境之下的成长学习 我想他们也会留下很好的回忆 我也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学校的教育 进到这一环我想对小朋友未来的讲 他们在学习上还有在学习上 会觉得非常的一个开心的一个环境 我想成功国桥校园环境的改变 今天再加入这个厨房的改造 我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让我们的学生老师都有一个很好的食用空间 也可以让学生来学习我们食物的这个保存 还有不要浪费的精神 除了改造校园中央厨房与活用闲置空间 教育处方面表示 未来四个月将规划食斑鱼入菜 让基隆市每位学生每个月都可以享用一次食斑鱼 同时也规划将午餐菜金加码五元 并积极向中央争取升级午餐食材费用 让基隆的孩子能够享用更丰盛美味的营养午餐 职域教室正在 在 记者张琪腾基隆报道 好 好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辛苦啦 迪董要租的五台车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生意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营业用车辆使用怀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 依化及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缴税喔 多元缴纳管道正便利 111年营业用车辆下期 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和安心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 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中山区百年历史的 先动国小活动中心 因为常年漏水潮湿 导致木制舞台腐朽 地板熔起 四周的墙壁 油漆剥弱严重 在市议员张炳君的争取下 进行整修 先动国小冠军队伍太鼓队 以打鼓来庆祝 先动国小冠军太鼓队 用鼓声来庆祝 有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 连激动市议员张炳君 也一起加入太鼓队 练习打鼓兼庆祝 百年历史的先动国小活动中心 因为常年漏水潮湿 导致木制舞台腐朽 地板隆起 四周墙壁油漆剥落严重 一年前激动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到现场会刊积极争取下 要求市政府教育处 补助施作活动中心屋顶防漏工程 重新整修舞台区 以及粉刷整理四周围的墙壁和窗台 已经整修完成 校方非常感谢张炳君的协助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那个张炳君一坐这边 帮学校来争取资源 然后让学校这边原本 可能比较残破的一个 活动中心的一个设施设备的部分 都能够得到全面性的一个改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 其实小朋友 光是踏进来这边的 在做一些练习活动 或者是课程活动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那那个对小朋友来讲 其实真的是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更舒适 更友善的一个学习条件 来让他们在学习效果上面 可以做一些提升 来去争取经费 希望来针对整个活动中心 重新整顿 提供更优质的教学环境 给我们所有的先动国小的师生 那也很开心 现在我们来到整个 换南一新的先动国小的活动中心 大家看到木质地板已经修复完成 包含我们的油漆也重新粉霜 里门窗也重新的替换过耳 那我相信这个的活动中心 可以让我们整个先动国小 整个的学生 感受到我们有优质的环境 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来去认真的求学 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那今天其实也同时 还有来去帮我们的先动国小太鼓队 来去加油打气 因为我知道他们前两年 其实都是比赛第一名 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代表金融市出去比赛 那现在疫情比较趋缓了 那我们这边也是由衷的祝福 我们在11月的时候 我们先动国小 可以再次拿到第一名 然后代表我们金融市 来为我们金融市争光 相较于一年前的木制舞台 腐朽变黑地板隆起 触目惊心的场景 对比整修完成崭新的活动中心 师生们可以安心安全练习打太鼓 以及做其他活动和运动 再随着疫情逐渐趋缓解封 先动国小冠军太鼓队 也将持续征战各项太鼓比赛 延续冠军的光荣 先动国小冠太鼓队 给我给疫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次意外消息 基隆祥峰街有一栋公寓 发生了火警 住户夫妻准备搭计程车前往福建 上车后这个司机回转 发现这个房子冒出了黑烟 赶紧向119求助 火势一度波及到隔壁住户 索性住户全部都及时脱困 猛烈火蛇伴随着浓浓黑烟 从窗户窜出 室内冒出熊熊火光 雖然里头没有人受困 消防员立即拿出水柱 直冲三楼的冒火处 基隆祥峰街自动三层楼民宅 25号上午9点传出火警 当时夫妻俩正搭建车 要前往市区附建 没想到夫妻俩才刚上车 司机就发现民宅冒烟 夫妻一看不得了 是自己家赶紧下车 车上要去看二姓姓 算是抗家 是我们讲的 他说你老公哪里出院 那我们下来 不然我就车上车 没有车上车 我车上车也没看 车上车也没看 对喔 车上车回来 车上车回来 我车下车 有人在看 我说 拜托你们今天打个衣服 平常住两个人 他平常有烧香拜拜的习惯 对啊 去附建 然后刚好司机跟他说 怎么你老公 他就赶快再车回头回来 然后就失火了 然后他就好久及时发现 这场火来得快 消防队员全力扑灭 火事很快被控制 不过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还波及到隔壁民宅 新免拜扮 有点点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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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早上来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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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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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在做一個使用 那所幸這一場火災 沒有導致任何人員的一個傷亡 那這是不幸中的一個大幸 那麼後續也會來協助枷鎖 那看能不能有一個 暫時安置的一個空間 這起火警 造成三樓民宅被燒毀 左邊民宅也被波及 所幸住戶踏出家門 就發現屋內起火 趕緊疏散民眾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至於真正起火原因 任務代警銷進一步調查 記者王壽民就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松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中央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